好像可以喔 很棒喔 好像手法有點快喔 感覺很熟喔 好 蓋過來 就是 正面 我要來做一個有造型的 等一下吃的時候就吃那一顆 早安 中秋節又要來了 今天婆婆邀請我一起來她的朋友家 學習做蛋黃酥 去年的中秋節我婆婆吃到了這一家 好吃的蛋黃酥之後 發現原來是一個烘焙老師 自己在家裡手工製作的 所以她就很希望我今年也有機會可以吃到 就邀請我直接來這邊 現學現做現吃 所以今天我要跟婆婆算是 婆媳過招第二回吧 她們已經在樓上準備好了一些材料等等的 等著我們要開始上課囉 上囉 我洗過澡 這裡有很多可愛嗎 今天邀請到了Emily老師 嗨 大家好 等一下又由妳來教我們製作蛋黃酥 蛋黃酥很難嗎 因為今天老師留了我大概六七個小時的時間 我想說天啊 一個小小的蛋黃酥 竟然要這麼廢食 其實她不難工序比較多 材料的話會有主角鹹蛋黃 她已經是處理過鹹蛋黃 通常買會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是妳直接去跟蛋行買新鮮的鹹蛋黃 烘焙房也有 烘焙房它是已經幫妳敲開敲好的 就是已經蛋黃一顆一顆包好了 一袋大概可能20顆之類的 通常這種蛋黃呢它是生的 所以我們買回來我們要先做一些前置的處理 那這個是我已經前一天晚上先把它清潔過 這是已經泡過米酒 你可以聞一下米酒的味道 欸真的欸 濃濃的米酒味 有點像酒釀的那種味道 蛋它會有蛋腥味 所以泡米酒主要原始讓它去腥 那等一下我們在烤過之後呢 它的酒味會稍微散掉 ok 然後再來我們需要準備麵粉 那等一下我們還會再加這個油脂 乳水奶油 那其實傳統的蛋黃酥通常是用豬油 最好吃的蛋黃酥也是要用豬油去做才會香啊 因為現在大家不要注重健康 對 所以現在大部分的人會選用這個無水奶油 我有聽媽媽說 她去年吃到的時候覺得很不油膩 可是那個蛋香味又很足 是是沒錯 這個無水奶油它還是有水分 它的水分跟我們一般知道的 譬如說無鹽奶油啊 的水分相較起來相對是更低的 喔 這包是紅豆餡 紅豆餡 紅豆餡其實現在也很方便啦 當然如果說欸 為了要自己的成就感 想要自己炒也ok 有時候要做的量比較大的話 還是會建議直接買餡料就好 好 現在洗市面上很多這種專門在做餡料的公司 大家洗一下做的這個餡料的口味也都還算不錯 越來越ok 越來越ok 而且甚至有很多變化 好 還有做什麼 維斯基酒口味啊 等等等很多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直接選用醬就好 OK Amy老師我們今天打算要做幾顆蛋黃酥 我們今天打算做六十顆蛋黃酥 我們今天打算做六十顆蛋黃酥 六十顆 ok 今天小飲食要來挑戰做 六十顆蛋黃酥準備 start 那我們現在呢第一件事情 我們先來處理我們的蛋黃 蛋黃撈出來 待會要讓它上烤盤之後呢 盡量讓它底部不要殘留太多的酒水 ok 乾一點 因為這樣子呢它的底部等一下烤出來才不會有白邊 所以算它盡量瀝掉 這樣我們待會烤完之後後續比較不需要再去處理它 有一些師傅他們做量可能比我們更大量 一天上萬克 基本上他們在處理蛋黃部分 烤完它出來有白底它就不理它這樣子 也可以啊 這就是手工的大工廠做的差異 對…是的 可能我們會比較重視一些 好小細節 我們待會把它撈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盡量把它排整齊這樣一顆一顆 ok好 其實我們的蛋黃它會有分屁股跟頭 那…怎麼看 就是它其實有一些地方它是比較平的 這邊比較遠 頭朝上 屁股朝下 我們選一個漂亮的麵讓它朝上 ok 朝上來烤 現在已經把60顆的生蛋黃鋪好在這個烤盤上 然後等一下要進烤箱稍微把它烘乾一點對吧 對… ok 來吧老師 烤過5分鐘之後 我們要再拉出來先把它分一層米酒 ok 總共大概可能需要烤接近10分鐘 待會它有稍微出油 我們就可以讓它出油 老師你這個烤箱感覺很專業 喔對…這個是專業的 同學用的烤箱 那我一般人想要在家裡造的這些步驟做 用他們家裡的家用烤箱 也可以…也可以… 我們自己家用的大台那個烤箱 嗯… 差不多一樣溫度了 可以自己再調整 依照你的數量 烤箱的溫度你可以先試看看 差不多都是這個數值 可能自己往上等或往下調整 它現在只是烘乾 所以溫度不用射到太高 對…其實它不只是烘乾啦 有點把它烤到稍微半熟這樣子 喔…懂… 它等一下就是它有冒白白的那種 對…它待會應該表面會有點結消水素 那那個部分就是它已經開始在出油 OK…那在等待時間下… 好…那… 等待的時間呢 我們就可以先來處理我們的… 麵團 好… 我們要先做油酥的部分 油酥油皮的這個外皮呢 它是… 油皮的部分因為待會我們會加水 水跟麵粉裡面的蛋白質它互相結合之後 它會產生筋性 嗯… 油酥的部分它的成分就是只有麵粉跟油 它不會讓麵粉產生筋性 好… 那它是藉由油酥跟油皮之間 兩個不一樣的麵團 讓它產生那個層次感 OK 現在要挖無水奶油 289克 老師妳一年中秋節大概會做多少克 我接的量都很小 因為其實我平常還有其他的工作 這是妳的興趣 對…這算是我的興趣 去年大概就做1300克吧 如果說跟其他的師傅來講 其實我的量算是很小 很小 就是主要是身邊的朋友 我吃了口耳相傳 然後大家就開始來給妳訂 適合 適合 剛剛好289 完美 好了我現在把這個無鹽奶油還有低筋麵粉準備要和在一起當作油酥的部分 好累喔 收音痠了 OK 過完塞 看起來很像下雪 有個小山 現在這種是沒有加水之後油的這種狀態呢 妳都是先低速 對低速先讓它拌勻就好 大概打到這樣子的狀態就可以了 這個狀態就可以了 對對對 那等一下呢我們就直接手動幫它捏成團 我們要先把它放冰箱 讓它稍微練硬一點 等一下我們比較好操作 通常呢這樣沉寒之後呢會盡量先把它壓成點瓶狀的 那等一下我們要分料的時候會比較好分一點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弄成像這樣片狀的就可以先丟冰箱 現在我們要做油皮了 所以呢 要再重複 用這個無鹽奶油 無水奶油大概用264克 130克的糖粉 然後一樣要過篩 一樣好低速 先把糖粉無水奶油 融合在一起 然後等一下最後才會再加這個 中筋的麵 吃個 那我們這個水就直接加進去 化一個小凹槽給它 然後水其實就直接下 好 所以油皮裡面除了中筋麵粉 糖粉 無水奶油 還有水 水 打到看不到粉就可以了 對 其實慢慢打讓它成團 還不到30分鐘 已經有點腰痠背痛 為什麼先打油酥再打油皮呢 其實它兩個誰先打誰後打都無所謂 只是說 你如果先打油酥再打油皮的話 細菌這些它是比較好整理的 因為其實油皮你會發現它有些黏性 所以它會把鋼裡面所有殘留的東西 全部都把它黏乾淨 對 所以我們到時候要整理這個 鋼的時候會比較簡單的一種 現在你可以先捏一朵 試試看那個質感 有沒有很軟 好舒服跟一個手感 就是摸起來非常的 軟綿 對 很療癒 對 就是軟軟Q軟Q這樣子 我們先來收這個 好 全部丟進去 所以我們把它全部丟進去 你看我們剛剛啊 是不是有 把那個米酒稍微立的乾一點 它的底比較不會產生一些白邊的現象 你看 現在就呈現這個 晶瑩剔透的感覺 我們要準備把這個紅豆餡分成 一小塊一小塊 適合一顆一顆的分量 所以直接來秤一下重量 天啊 太好吃了 好像羊羹喔 其實這樣要直接吃 你可以偷吃看看那個問題 剛剛好 完美一三半 然後把它搓成長條狀 長條狀 現在我們要準備來分這個油酥 剛剛呢已經從冰箱拿出來 所以它現在就是 稍微有一點好操作的那種硬度 你要切六十份 好 我們剛剛把這個油酥已經都分好六十等份 一樣再放回冰箱靜置一下 接下來操作的是 油皮 油皮來囉 做烘焙就是 滿療癒很放鬆 我覺得非常的值得 做烘焙我覺得比較耗時間的其實是 前面的前置作業 就是每一道工序都要 像科學一樣 就是用數據把它精準的量好 好黑 有點累了 阿姨竟然還關切了 等一下你要當我們的幫手 OK 因為我們四個女生這樣會比較快完成 對 一個人只要包十幾顆就好 可以用掌心把它壓平 壓平 壓這樣一個大小 好 然後我們再抓一顆油酥 把它包起來 這樣子 OK 盡量壓一個凹槽給它 這樣子你給它比較好包 虎口 這樣把它收上來 大拇指可以輔助壓一下 都是用虎口 把旁邊的油皮的部分拉上來 收到這個位置之後呢 就用虎口這樣去把它夾 夾緊 把它夾起來 這樣子 然後它這個口就已經快看不到 所以我就把它夾到 盡量讓它收到整個都融合完 它就有一個尖角 虎口 然後 對 夾緊 夾緊 不錯喔 然後你收到這個程度 然後就可以用虎口去把它夾起來 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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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喔 感覺滿完美的 現在伯伯上場 來 看看伯伯的手藝 對 那你自己吃齁 對 沒問題 我想我包的人家也不敢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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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做一個桿捲的動作 什麼是桿捲 我們剛剛是不是收口的時候尖尖的朝上 待會我們就是一樣 尖尖的朝上 稍微可以用手把他壓一下 桿捲的時候呢 要對它溫柔的桿捲就好 不要太用力去壓它 輕輕的把它趕開 都很輕的力道 不用把它趕太長 就大概這樣 9-10公分左右 然後我就可以把它收起來 老師這個目的是要讓它有千層酥的感覺 對對對 那這樣子捲起來一次 這樣子一次趕捲 第二次趕捲就是我把它翻過來拉成直的 我們收口的地方在這裡 讓它朝上 可以用手勢來把它壓一下 再把它趕開 就這樣輕輕趕開就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捲起來 這樣就是兩次趕捲 在蛋黃素裡面的層次 靠的就是這兩次趕捲 趕好之後呢 一樣放到我們的盤子裡面 不要讓它吹到風 保持它的濕潤 保持它的濕潤度 保持它的濕潤度 然後輕輕趕 趕開 就可以了 這樣子 對 然後就可以把它收下來 挑戰一下 一次兩盒 挑戰成功 挑戰成功 接下來我們要用那個 豆沙餡 跟蛋黃 手法其實跟剛剛包 油酥油皮是一樣 一樣 一樣把豆沙弄成扁平狀的 蛋黃的屁股 讓它朝上 都是用虎口 盡量把你的蛋黃壓到 豆沙餡裡面 盡量不要有空氣 跑到裡面去 慢慢的把它收緊 用虎口把它捏起來 一樣捏成尖尖的 這樣等一下我們在包那個 外面油酥油皮的時候 就比較知道 我們的正面跟 反面到底在哪 OK 會一致 後面這邊有點裂掉沒關係 因為這個豆沙都可以 自己再把它用手順平 盡量把它順到沒有裂 這樣就可以 好的 剛剛呢我們去吃了個午飯 一方面讓我們這個麵團 可以鬆弛一下 等一下在趕的時候呢 就比較不會內縮 然後老師我們接下來要 做的就是 最後一道步驟對不對 這是我們剛剛趕捲完的 油酥油皮 那接下來我們要先把它 趕成一個圓形 再跟我們的餡 再包在一起 接口的地方朝上 用食指稍微把它中間壓一到 再用四角 四角就把它收進來 這樣子壓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用 就是先這樣兩下 稍微把它趕開之後呢 再轉90度 然後一樣這樣兩下 大小就會差不多是一個 適合包我們的餡料的一個大小 這個是我們今天早上已經包好 蛋黃跟豆沙餡的這個部分 這邊是屁屁 對那尖尖的地方 就是我們剛剛做記號 就是屁屁的地方 跟我們早上的所有的包法 完全都是一模一樣 用糊口 對都是用糊口 包的時候呢 盡量周邊的地方 不要有空氣 這個是為了讓它在烤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包 底部的部分呢 就把它壓平 放到烤盤上的時候 要把它反過來 這邊就會是我們的正面 再進去烤之後呢 它會有一段 是需要出來 我們再把它刷蛋黃 好 就會有那個顏色 對對對 它會比較有漂亮的顏色 剛剛呢老師有特別講了一個 在烘焙時候的小訣竅 就是我們在烤盤上面排列這個蛋黃酥的時候 第二排可能要跟第一排稍微錯位 錯位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在烘烤的時候 烤箱裡面它會有一些這個熱對流的狀態 嗯 做錯位這樣子的動作的時候 每一顆蛋黃酥它的受熱才會比較均勻 OK 好像可以喔 很棒喔 好像手法有點快喔 感覺很熟喔 好 蓋過來 就是 正面 我要來做一個有造型的 等一下吃的時候就吃那一顆 好了 我們現在幾乎完成了百分之八十 剩下就是要花三十分鐘把它進烤箱 大家先看一下 我的小貓咪 我很期待它等一下烤好的樣子 這邊還有一隻阿姨做的小竹 很可愛 我們大概要用多少度的那個味道 我們目前是 上下火都180度 我們要先烤二十分鐘 然後再掉頭十分鐘 因為烤箱的前後的受熱不會很均勻 二十分鐘後我們要把它換 好 準備 等一下就有好吃的蛋黃酥 我們現在呢就是先把蛋都敲出來 要故意分開 所以我等一下會用手直接的烤 這個蛋黃液 就是等一下我們要塗抹在蛋黃酥外面的 讓它上色比較漂亮 看起來更美味可口 重點來囉 竟然要用這個篩子先過過 我們只要蛋黃看 對我們只要蛋黃就好 六十顆只要用四顆分 我們先用四顆看看 不夠我們再來敲 對對對 因為其實我們蛋黃跟蛋白啊 即便我們有把它分開來 但是畢竟它蛋黃身上 還是會有一些蛋白的組織在上面 喔要把它濾掉 對所以我們下去的蛋黃液你看 它就會變得很乾淨 來上色囉 我們要刷兩層 老實說第一層有刷到就好 由下往上都要刷到 這樣顏色會看起來的漂亮 比較像月亮感覺 畢竟是中秋節 我們要呼應節慶的主題 這個等一下刷完 我們還要灑上那個芝麻粉 就會看起來是一個漂亮的蛋黃酥 這個很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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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蛋黃酥 OK已經完成了 天色已經黑了 從早上9點從台北過來 我們大概10點多開始做吧 現在已經好像快要6點鐘了 沒想到這麼廢時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蛋黃酥 我終於可要賣這麼貴 如果用料實在 然後又手工的話 真的需要花很多的時間 今天非常謝謝Emily老師 然後我現在要來吃一下 熱騰騰的蛋黃酥 老師說其實放一天之後 吃會更好吃 因為要讓它回油 風味會比較均勻一點 但是我現在忍不住 就是太香 我一定要盲吃一下它 後患要不要一個 謝謝 好享受喔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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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蛋黃酥 喔 好好吃喔 它的蛋黃 非常非常的綿 可能因為它現在還有一點溫度的關係 豆沙餡不會很甜 超級好吃 老師我覺得最厲害的是它那個酥皮 像剛剛一開始像柯老師教的 它要層層的堆一疊 也才吃起來那種酥酥的感覺 非常好吃 小飲食的蛋黃酥 一顆賣 你們覺得賣多少錢好 無價 無價 我媽說無價 太好吃了 因為無價的關係 所以沒辦法送給你們當小禮物 不行 在這邊就祝大家 中秋節快樂 少吃一點月餅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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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再見